T761张 徐帆大大咧咧地问道 常宁道友 现在你们九凤王朝有了至高战利傀儡 有没有想过杀回飞羽界呀 这里是和九凤王朝的发展 飞羽界的一切已经与我王朝无关了 日后哪怕有联系 也是相互帮扶之意 啊 飞羽界中有大恐怖 日后最好不要与之为敌 风长宁点了点头 那是自然 飞羽界乃是我故乡事件 岂能再起争端 当初刚有至高战利傀儡的时候 他那返回飞羽界的心思还没起来呢 就得到了王朝气韵的警告 现在结合徐帆的话 他总是感觉有什么陷阱 在飞羽界中等着他 随后 隐灵们和九凤王朝相互交换了一批各自需要的物资 隐灵导 就离开了最悲欲 临别的时候 徐帆用可怜的眼神看了一眼施展 虽然看着施展的状态应该是已经彻底放下了 可徐帆还是有些唏嘘 最让男人刻骨铭心的事件中 有一个就是喜欢的姑娘始终追不上啊 隐灵导离开之后 又横冲直撞 找到了小蜘蛛 相比于九凤王朝的如日中天 这边要差上不少 刚和乱星欲一个大势力大战一场 折捉了不少的妖族 白发少女看着徐帆 有些狼狈地说道 师父 我给你丢脸了 嗯 还可以吧 实力增长得不错了 虽说视力发展得不行 可是你距离至高仅差一步 日后潜心修炼 成就至高之后 也差不多能在这里立纹脚跟了 小蜘蛛所在的地方又小又破 灵气还有些匮乏 徐帆实在是鱼心不忍 让葡萄调动一些先灵之气 把这里改造了一番 一点灵光出现在徐帆手指上 轻轻点中了白发少女的眉心 这是为师修炼的一些感悟 估计能帮你尽快地突破至高 咱们师徒一场 为师不能看你混得这么惨 稍后 让葡萄跟你旁边的小伙伴们一些资料 顺便升级一下 徐帆本来想看看就走 哪知道小蜘蛛混得这么惨 这毕竟是她的寄名弟子呀 于心不忍之下 她忍不住还是帮了一把 小蜘蛛感动道 多谢师父 这时 小世界闯入一批巨人一族 高呼着要征服这里 为首的是两个身高三丈的庞大巨人 修为都是无敌境巅峰 徐帆抬头看过去 刚才是他们把你打伤的吗 小蜘蛛点了点头 对 那为师最后帮你一把 徐帆伸出手 轻轻地向天空一点 只是一瞬 这两个大成无敌的一族 就这么爆开了 随后这股力量顺着因果联系 找上一个又一个他们的同族 全部爆开 天空中没过多久 一声又一声的巨响传来 一场血雨从天空上落下来 看着陷入震惊中的小蜘蛛 徐帆轻轻说道 好了 回事走了 保重 两久之后 小蜘蛛反应过来 眼中有着浓浓的不舍和依恋 师父 下次见到你时 我一定要变得更强 而此时 隐灵岛已经离开乱兴区 向着牧原仙界的方向急迟而去了 主风之上 徐帆吩咐道 蜘蛛 蜘蛛 全速启动 遵命 主人 然后他看向道场上 十多万名 翘首以盼的弟子 下面 传道开始 我要对你们涉及的各种大道 一样一样的讲解 随着徐帆了结诛事之后 他终于有时间 有心情 有耐心 就要到这群弟子了 时光悠悠 不能装逼 啊不是 一直装逼的日子 也过得飞快 转眼间 四十年就过去了 这期间 隐灵岛遇到了很多难以预料的危险 比如 无意中闯入星域巨兽领地之内 一爪子就把最外层的护照给干碎了 还好提子反应快 启动紧急传送 避免隐灵岛被毁 又比如 遇到过大规模的空间乱流 大片区域被笼罩 根本不敢传送 在空间乱流中飘行了数年 再比如 遇到过金仙打架 徐帆原本想凑个热闹 结果没想到 那两个异族金仙 居然连手想把隐灵岛镇压 提子是激发了数种大杀器 才摆脱了两个异族金仙 让徐帆的小本本上又添了两个人 还比如 在星域中 遇到了一个大型的中千使戟 本来想停靠一番 奈何居然全部都是幻境 连徐帆都没认出来 光是在这儿就耽误了三年 徐帆总算是把所有人都解救出来 途中又遇到了超级大伤户的舰队 光是主仙舰都比隐灵岛大伤两倍 本来想和对方交易 可徐帆觉得不妙 让梯子加速离开了 一路有惊无险 隐灵岛终于来到了一片 还算安全的星域 看着来回穿梭的几艘星舟 徐帆说道 这里的中千使戟有好多呀 星域中竟然形成了安全的航道 这片区域 世界与世界之间联系好频繁 星舟舰队规模 也比以往舰到的要大 这里的商业一定很发达 庞扶的眼中 有一种跃跃欲湿的感觉 而这时葡萄声音响起来 主人 捕捉到这片区域有广播信号 是否需要连接播放 唉 徐帆伸了个懒腰 这么长时间的行情 哪怕懒散如他 也是打着精神 不该有意思的松懒 好长时间没和外界接触了 直接播放吧 玄机 一道光木 出现在徐帆和几位长老的面前 一些奇怪的声音响起来 在葡萄翻译之下 变成了人族语言 云生商会 求够零矿 零宝 零药如下 如有大规模交易者 请到白杨界交易 非诚勿扰 水盐商会 高价求够大量仙器 另外成聘各界练器大宗师 来我水盐界入住 绣香小世界开业了 欢迎各位道友来访 出售一批大乘旗 玉土蛟龙 极品林寿 先到先得 徐帆看着上面的各种消息 突然有一种 看网游世界频道的感觉 这地方不错嘛 葡萄找一处世界 让弟子们放松放松 遵命主人 在葡萄的指挥下 蹄子操控着引领岛 向着一处中间世界 缓缓飞去了 第762章 在星云安全航道中 庞大的引领岛 吸引附近所有星洲舰队 和仙洲舰队的目光 一艘庞大的仙灵曲舟中 一个针线 指着远处的引领岛 有些羡慕地说道 再给我一万年时间 等我升级为大统领 我也能驾驭这种 可以在星域中跨界的仙洲 别的不说 光是这么大块头 让别人一看就感觉不好惹 引领岛中 正在品茶的徐凡 收到了无数好友的申请 葡萄汇报道 主人 在可探测范围内 一共有103支商会舰队 给我们发消息 申请交易 附近还有三个中间世界 和两个小世界 邀请我们 没想到 引领岛在这里 还挺吃香的嘛 一旁的庞扶说道 大长老 光是咱们这个如仙剑一般的引领岛 就能引起他们的重视 葡萄 咱们现在要去的是哪个中间世界呀 主人 附近有一座比较大的小仙剑 是专门用来招待仙剑中过往的商会 只要锁成座架达到仙剑级别 便可以免费进入 那边会提供住所 我已经把我们的信息汇报了过去 还有三天便可以到达 徐凡点了点头 那就 把那些申请交易的商会都叫过来 最近宗门的仙玉有些不够用了 遵命 主人 不多时 引领岛向外延伸了一座小岛 用于那些商会舰队停靠 没过多久 便有四五支星舟舰队降落到了小岛之上 几位掌柜下来之后 相互对视一眼 眼神中都有着一丝敌意 一个身穿青色长袍的掌柜开口说道 我在星域中行伤三万年 还未见过如此奇特的仙舟 竟如天顶商会主舰一般大小 此事里一定大有来头 估计是从别的仙玉跨星玉而来的 另一位身穿黄色长袍的掌柜的 眼神警惕地看着几人 我得到交易申请批准 立马就过来了 肯定有好东西 希望一会诸位只拿属于自己擅长的领域 不要坏了规矩 何气生财 别东西还没出来呢 就相互杠上了 这样传出来多不好啊 这时 庞福的身影出现在小岛之上 几位掌柜瞬间就转过头来 嗯 同行 而且是主修商之大道的同行 单单是感受到这种气息 几位掌柜就放下了心中的小伎俩 而庞福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他轻轻一挥手 一个小型会场从大地中冒出来 一道光幕出现在半空中 上面是刻意交易的各种 法宝灵矿掀气道气 灵丹傀儡 应有兼有 请入座 诸位可把贵生会能交易的东西 向我传一个清单 如有需要 我会联系各位掌柜 感受着庞福身上那种老奸商的气息 掌柜的门都感觉这是一场恶战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星州舰队降落 一时间整个会场开始变得热闹起来 所有掌柜身前多了一道小光幕 用于查询和观看 可交易商品的数量和质量 一对对傀儡从引领岛内部走出来 手中端着茶盘 为各位大掌柜欺茶 不多时 一股奇异的茶香 飘满整个会场 茶道大成者所炒制的灵茶 在场之人都是识货的 全都震惊于引领岛的大手笔 灵茶不稀罕 可稀罕的是 这些灵茶是茶道大成者炒制出来的 光是这样的东西 一两就可以在仙外星域上 价值上百仙域 一位略通茶道的掌柜 轻轻端起来抿了一口 眼睛瞬间就亮了 旁边的小主管问道 掌柜如何 此茶能入什么级别 万年天清灵茶树 外加茶道大成者所炒制 凡道顶级灵茶 一两至少价值二百四十仙域 只要我们把价格压到两百仙域以下 量大我们有得赚 量少我们当人情送出去 怎么看都不亏 掌柜地看向半空中的巨大光目 结果没有找到灵茶 请问为什么没有灵茶出售 果商会要花高价购买 庞府只是看了他一眼 你们所品灵茶 是我宗门专门用来接待之用 如果想购买 请自带价格 那掌柜地试探着问道 一百二十仙域一两 如何 二百二十仙域 二价 两大 不对外出售第二价 一听这话 掌柜的内心已惊 他怎么可以如此精准地 锁定我心中的底价 后生可畏啊 他顿时就知道 没得谈了 两千金 仙域现场支付 听到掌柜的报价 旁边的主管连毛说道 掌柜 这样我们赚的可不多呀 这批灵茶 能成为我们商会的附赠商品 钱从别的地方赚回来就行 哪知道 庞府只是微笑着回答 量不够大 多大算大 五千金 这一下掌柜顿时惊了 好家伙 这人的胃口可真大呀 这到底是什么势力 能有如此掌柜 而这时 一支庞大的仙州舰队降落到了小岛之上 顿时所有人开始议论起来 那可是天顶商会呀 天顶商会 他们也能看得上这种临时小交易会 看着对方降落时嚣张的样子 庞府心中也开始默默估算起来 这时候 有人主动把天顶商会的消息 汇报给了庞府 庞府眼睛一亮 仙界最顶尖的商会之一 这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 不多时 一位掌柜两位主管 从庞大的仙州上下来 脸上虽然带着谦逊的表情 可眼中却有一丝傲义 庞府知道 这就是大势力 当初 他代表宗门在南山景的时候 也是这种表情 坐在前排的几位掌柜 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邀请天顶商会的人坐下来 天顶商会的掌柜的 微笑着看着庞府 眼中充满赞赏 庞府呢 语气不卑不亢地说道 欢迎天顶商会 来参加我们临时的小交易会 掌柜 看看有什么能瞧上眼的 掌柜客气了 看到贵仙州如此庞大 所以特意想来结交一番 天顶商会 玄号择兴 刚才已经有人汇报给庞府了 天顶商会的掌柜 分为天地玄皇 这人玄子号的身份 在外连金仙都不敢惹 庞府连忙行礼说道 引灵门商务长老 庞府 他已经请示过徐帆了 得到允许就自报了家门 第763章 天顶商会掌柜 看向半空中的光幕 无敌尊者级别的傀儡 高配先来识驾 盗器级别的气灵 我全都要了 庆然还有大道之茶 五行 时空 轮回 圣阳 月音 各来一百倍 十万张月音圣阳之地符咒 全都要了 庆然还有与盗器级别 气灵配套的监视公鸡 顶尖盗器 来 一千座轨道炮 能看上眼的他几乎都要了 最后总交易额 多达九百多万仙语 就连那亮晓不慢的灵茶 他也全部包圆 看到这一幕 其他的人纷纷叹气 稍微好点东西都被包圆了 本来以为能吃肉 他们一来 那自己只能喝汤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这是要去往仙界 交易完成之后 天顶商会掌柜 笑眯眯地看着庞扶 对 一张星雨罗盘 出现在对方的手中 这里到仙界 至少需要二十年时间 这片星雨 由我们天顶商会 助手的星雨传送门 只要付出点仙玉 便能让你们这仙周 传送到仙界外 这星雨罗盘中 有我的印记 到那里传送仙界 可以打起五折 多谢择星掌柜 这人情 我彭扶记下了 彭扶接骨罗盘 客气地说道 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 拜访贵势力的掌权者呢 向徐帆请示之后 一道传送阵 出现在两人身旁 宗门大长老有请 泽星掌柜 请跟我来 泽星踏入传送阵 来到了引寧门的银客殿 他一看到徐帆 就微微低头表示尊敬 徐帆则是须抬了抬手 欢迎泽星掌柜 请上座 五行大道汇聚 凝聚成了三杯大道之茶 泽星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没从徐帆身上 感受到半点气势 这才是最恐怖的 凭借着商会中给予的资源 他现在是真仙境界 而且专门学了探测神通 他探测不出来徐帆的深浅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多谢大长老赏茶 你是我引寧门的贵客 说赏有些见外 能和你们天顶商会结识 是我们宗门的荣幸 此次拜见大长老 是想让贵宗门成为我天顶商会的 玄疾交易盟友 泽星说着拿出一枚现实信物 徐帆笑眯眯地收下来 那就多麻烦泽星掌柜了 两人聊了一番之后 泽星告退离开 而临时交易会也宣告结束 葡萄汇报道 主人 一共收获了仙玉 一千零二十一万 还有交换的各种宗门 所需要的灵矿灵宝物资 价值一百零三万仙玉 嗯 不错 宗门这么多年积累 换了一千多万仙玉 应该够用一段时间了 宗门这些年的积累 只是一小部分 占交易额最大的 还是主人炼制的灵茶大道之茶 和符咒 由此可见 手艺人到哪都会吃香啊 大长老 我们要不要通过 天顶商会的传送门去仙玉 呃 我算了一下 向我们如此体谅的仙舟 传送到仙界 需要花费四百六十万仙玉 这个价格 比仙界天道还要便宜 先整修吧 我想想要不要做传送门 三天之后 引领岛到了一处堪比中千世界的 小仙界中 光是这里连接的安全航道 就有数十条 通往星宇各处 此时 看着各种星舟仙舟仙剑 来来往往 进进出出 大部分弟子 都有些痴迷了 韩飞宇震惊地说道 还没到仙界 就这么繁华了吗 这小仙界 不单是休养之地 更是商会的汇聚之地 到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好东西 师兄 你可以放开手脚的买了 建无极一直怀疑 师兄有一个空间法宝 每天都会自动出现仙玉 要不然怎么能这么有钱呢 引领岛顺着安全航道 进入小仙界中 随后向着一片海域飞去了 落到一处小岛之上 这是小仙界 给他们分配的休养之地 徐凡让引领岛降落到了 旁边的海域中 带着宗门的诸多弟子 来到了小岛之上 整座小岛弥漫着一股特殊的 仙灵之气 让人感觉到特别舒爽 外加上小岛美景如画 各种建筑贴合自然 更是有诸多让人放松之处 休养两个月时间 可在小岛中 也可以去小世界中心大陆游玩 葡萄话音刚落 引动所有弟子的欢呼 此时 徐凡泡到仙灵温泉中 正思考一个问题 到底要不要做 天顶商户的星域传送门呢 徐凡展开星域罗盘的星图 摸着下巴说道 越是靠近仙界就越是繁华 各种小仙界随处可见 不见识一下 到底是可惜了 进入仙界之后 想再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正在续番纠结时 李星辞出现 星泽有事吗 师父 我在轮回外界收到了一条消息 本元仙界人族和地木一族 要有大战发生 在仙界涉及到的区域特别广 去仙界之前 最好先调查一下 如果贸然进入到地区 木族区域 那就麻烦了 人族和地木一族 虽然关系不好 可也没发生到 大规模战争的地步吧 是什么引发战争了 这些年 人族无需发展 触及到了地木一族的利益 所以地木一族联合几大种族 要压缩人族 进一半的生存空间 并且限制人族 走出那片区域 这么说 后续肯定会有一场大战 对 仙界形势对人族极其不利 而师兄所在区域 靠近地木一族不远 不用担心 大罗圣旨的女婿 安全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不过既然有大战要发生 那咱们一定要趁着大战前 到达仙界人族区 找上一处安全的地方 唉 挣了天顶商户的那些钱 还要还回去啊 真是一分也别想带走 师父 下边我们该如何应对 整修两个月 咱们乘坐天顶商户的星雨传送门 传送到仙境 然后找一处远离战争的地方 好好苟着 安心地发展 T764章 李星辞顶了顶头 看着徐凡说道 师父 你一个人泡完全夺不了 要不要让玉光妖孙过来 给师父李疗一番 徐凡抬头看了一眼好徒弟 不用了 到了为师这个境界 李疗已经没用了 你的孝心为师知道 去宝库领上十万仙玉 陪着阮天长老 去中心大陆逛逛吧 李星辞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而与此同时 在中心大陆仙城内 闲逛的韩飞雨 简直都快看花眼了 入品级的仙气随处可见 各种灵丹仙丹奇珍异物 更是让他眼花缭乱 这一串水仙灵珠 八百仙玉我买了 这一把孟灵尖剑 我也要了 尤昆仙府 还是入品级的仙气 九千八百仙玉我要了 这一路走来 韩飞雨愈发兴奋 就如同腰缠万贯的土财柱 来到了都市 以前有钱没储花 现在终于可以释放了 欠无极目瞪口呆地 看着师兄买买买买买买 顿时有些无语 师兄 咱们这样会不会太招摇了 没有 来之前我请示过师祖 他说只要花费不超过五百万仙玉 问题不大 韩飞雨咧嘴一笑 拿出了一道分身玉符 看看这是什么 大长老的分身玉符 那我放心了 走 我们继续消费去 看着什么东西跟师兄说 师兄给你买 韩飞雨拍了拍 见无几的肩膀 师兄 你放弃吧 你对我再好 我也不会去藏经阁学拿功法 见无极仿佛被吓到了 迅速离韩飞雨远渊的 脑子里都在想学什么 还能不能好好处了 就这样 两个月很快就过去了 左门弟子们都得到了放松 缓解了长途航行的那股倦意 最轻松的 要数徐凡 什么事都不用想 拿一张躺椅放在沙滩上 每天晒着太阳 而韩飞雨呢 体验到了有钱奢侈的感觉 五百万仙玉花的干干净净 豪气十足 大道所有弟子回归引领岛之后 徐凡安排着蹄子 启程向着天顶上户的星雨传送门飞去了 唉 看着星图上挺近 没想到还要飞半个多月呢 一旁的庞府点头道 根据星图上显示 这片星雨只有一个星雨传送门 多的话可以货币三家找一处便宜的 现在知道垄断的好处了吧 说一是一说二是二 光守着这星雨传送门 每年都不知道入账多少仙玉啊 唉对了葡萄 像这种五艘十艘的仙洲舰队 他们传送一回需要花多少 主人 从这边区域收集到的消息 一支平常的仙洲舰队传送一次 需要花费五万到十万仙玉之间 但前提是 身上没有携带超大型空间仙器 这个数目貌似还行 根据数据库中的消息 这只是传送费用 初仙界需要缴纳所携带的货物 或者仙玉的百分之十 这还是人族仙玉中比较低的价格 哼 百分之十就有些过分了 感觉初见一趟也没多少转头嘛 等到了地方 庞福乘坐着盗器灵舟 去找这里镇守星雨传送门的主管 而这时 徐凡突然感觉到 有一股旋之又旋的气息 眼神瞬间变得警惕起来 师父 怎么了 没想到这么一个星雨传送门 竟然有大罗镇守 徐凡轻轻轻地摇了摇头 刚才大罗神念扫过来 尹灵岛上除了袁姐之外 差不多都被人看到了 这种感觉让徐凡很不爽 师父 我们尹灵岛被看透了吗 差不多 不过还好 徐凡一挥手 一道加密的护照 出现在两人身旁 唉 还好我提前想到这一点 花了大功夫 给元界做了顶级的防馈阵法 不用担心了 根据葡萄的记载 这传送门 在这里存放了几千万年 信誉方面还是有保障的 被看一眼 就看一眼吧 而与此同时 庞大星一传送门不远处 一朵祥云拖着一座仙宫圣殿 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 皮肤白净 一身儒雅气质 他收回看向尹灵岛的目光 摇头笑了笑 竟然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有意思 刚才他们密法传音虽然不懂 但是肯定是想隐藏什么东西 本圣者在这里镇守了一百多万年 什么样的仙宙 什么样的宝贝没见过 不过那小子资质还真不错 大成七至高最强者 此时 庞府已经办好手续回来了 整座星域传送门慢慢扩大 刚好能容纳引领岛通过 很快 一座庞大到望不到边界的仙界外壁 出现在众人面前 葡萄说道 主人 天顶商会主管星域传送门的主管 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 哦 什么消息啊 那主管建议我们从三十二号区域进入仙界 其他地方不是很太平 嗯 听人劝吃饱饭 不过先稳一会儿 看看别的星州都从哪里进 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就这样 引领岛向着仙界飞去 消失在星域之中 又有三支仙州舰队 从星域传送门中出来 冲着天顶商会标记的三十二号区飞了过去 徐凡又看了一会儿 这才大手一挥 放心地让引领岛也飞了过去 第七百六十五章 仙界之中 一轮惶惶圣日横立当空 而这时 引领岛毫无征兆地 出现在了距离下方大地上百里的高空中 主人 刚才察觉到了一股 足以摧毁引领岛防护法阵的刚风 触发了预警系统 先探查一下这是哪个仙域 然后分析一下刚才什么情况 穿过仙界外壁时 由于我们没有有效的仙界坐标传送 所以被随机放到了仙界高空之中 嗯 没关系 一回生两回熟嘛 引领岛所处的位置 在距称十万公里之外 引起了不少势力的注意 还没等徐凡派人出去探查呢 有七八个真仙出现在不远处 看向引领岛眼神中带着热气 又带着警惕 敢问何方势力来我天力俱成 徐凡身影出现在引领岛之外 看着几位真仙笑着说道 出来跪地可否给一个落脚的地方 不日便会离开 听到徐凡的话 几人松了一口气道 此处已东三千万里外 有一处巨峰山谷 跪室里可以在那里落脚 随后我们自会拜访 与道友说一下天力俱成之事 好 等我在山谷稳定之后 欢迎诸位道友来访 徐凡身影消失 引领岛一个空间跳跃 向着目的地飞去了 巨峰山谷 常年有怪风 似冰似火 有时如四月春风 有时更如空间毁灭 天地崩塌 山谷中有异兽 透明如飞鱼一般 在巨峰山谷中遨游如海 可这些 在引领岛来的一瞬间 全都没了 因为徐凡让引领岛堵中了风炎 不到 给我时间加速 我要尽几位准仙 遵命 而另一边 天力仙城中 刚才那几位真仙 一脸凝重地聚在了一块 这种时候 有外来势力进入巨城 不知是好是坏啊 不管是好是坏 该面对的 一定会面对 当初与那地牧一族结仇 属实是我们莽撞了 一个身穿桃色长裙的女子 表情上带着一抹愁容 利益熏心 咱们这几个在真仙界 停留几十万年的老家伙 看到那么一丝希望 咱们能不拼尽全力 大罗圣者的倒影传承 刚好符合我们几位的主修制当 哪怕咱们这几位老家伙 资日再差 也能出一位金仙 无论是愚公一私 那几个地牧一族的真仙都该死 只可惜最后一个跑了 现在地牧一族大军马上临近 对面有金仙七的强者 我们挡不住 像其他聚成球员的话 那大罗圣者的倒影传承 我们保不住 就在他们发愁的时候 引领道 上空一道大道罗盘笼罩下来 罗盘之上各种大道显化 五行 阴阳 轮回 混沌 时空 时间 大道经文被分成了三千区域 有的地方模糊不清 有的地方有大道显化之形 所有宗门弟子抬头看向天空 全都张大了嘴 他们感受到 有数百种的大道显化 开始向着仙道蜕变 诸多大道散发的气息 让所有弟子开始瑟瑟发抖 而这时 三千道罗盘响起大道之音 在大道之音的引导下 所有弟子如痴如醉看向天空 他们仿佛已经参悟透了混沌一道 而随着时间空间两个亮起来 大道之音发生转变 有几位主修空间一道的弟子 身上突然亮起灵光 随后从体内升起光柱 向着三千道罗盘冲起 冲到空间大道那一格 十天之后 轮回大道亮起 李星慈身上升起了灰色的光柱 每过十日就换一种大道之音 点亮相对应的大道 而涉及到相关大道的弟子 身上都有光柱涌出来 他们意识就仿佛进入一个奇幻空间之中 在那里 他们就是大道化身 从诞生开始 犹如身灵其境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年 天空中的大道之音这才停止 笼罩整座引领岛的三千道罗盘 慢慢回归徐凯体内 一股庞大的仙灵之气 从徐凡身上涌发出来 举手投足间 仿佛有破灭空间之味 徐凡睁开眼 不当 我突破用了多久 外界只有一刻钟 整座引领岛 被时间加速了三年 徐凡轻轻一抬手 缩小的三千道罗盘 出现在他的手中 这一刻仿佛一刹那 又仿佛如永恒 徐凡眼中闪过了一抹心细 没想到 真被我凝聚成功了 近期准先时 要凝聚自身大道显化之物 凝聚的东西威力越大 悬崖越深 未来潜力越大 原本徐凡只想凝聚一个 三百六十道的小罗盘 完全够用 能掌控就行 可是凝聚时 他出了一点小失误 把自身的一丝真灵本源 献祭出来 没想到 自动形成了三千道大罗盘 徐凡起身 走到了悬崖边上 看着主峰之下 都在顿悟的弟子们 轻轻一笑 从今以后 我变为仙 准仙九万年大仙 真仙三十六万年 慢慢来 不着急 在徐凡看来 现在的他相当于是 出了新手村 而在大地途中 再找个地方 勾起来就行了 三十六万年 说多不多 说少也不少 无论有没有时间 加速的方法 徐凡都有把握 培养几位金仙甚至大罗 因为那里的风景 他已经见过了 徐凡轻轻挥手 把十多万名弟子 和外门腰部成员 送回到他们的洞府中 而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来 弟子 公祝大长老 尽急准仙 一位身穿白袍的弟子 通过宗门传送阵 出现在徐凡的面前 徐凡是真惊讶了 没想到宗门中 第一个醒过来的 竟然是张学灵 主修之道 以至巅峰 已经没有什么好参悟的了 第七百六十六章 徐凡看着张学灵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不错 其他大道 你就不想参悟一番了 弟子不敢 怕一不小心 勇士沉沦起冲 知进退 很好 为了宗门的金仙 你必占一席之地 多谢大长老夸奖 这么多年没有关注你 没想到一下 来了这么大个惊喜 既然这样 探查的任务就交给你吧 徐凡看着张学灵 张学灵在大道之音 这种机缘下 一步踏入大城其趾高境 虽然只是出入 但足以在这片没有金仙的区域中自保 徐凡很放心 现在 左门上下能懂得就俩 他身为大长老 怎么能亲自做任务呢 三天之后 张学灵打探完消息回来了 徐凡喝着茶 听完汇报 看着陷雨中的地图 陷入沉思中 这是西陵仙域天立巨城 要想到云秋仙域 至少还需要三千年 看来只能让巷池过来了 大长老 在我探查消息的时候 发现天立巨城有些不对 好多势力和商会正在转移 那边的巨城传送镇 每天都忙不过来 再结合我听到的小道消息 天立巨城的镇守真仙 好像是得罪了帝牧一族 嗯 此地距离帝牧一族的领地 不算近 也不算远 如果仇劫得大的话 真的可能会过来报仇啊 看来不宜久留 葡萄 要不要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徐凡刚说完 葡萄的声音响起来 主人 天立巨城那几位真仙过来拜访 与此同时 几位真仙在外面看着整座引领导 窃窃私语 这应该是那种 超大型中千世界中的顶级势力 集体偷渡到仙界的 为首的真仙下了判断 如果是仙界势力 肯定不会煞费周章 造这种级别的仙周 承载整个宗门 一女子说道 我看不透领头之人的实力 但大概确定 应该属于顶尖真仙级别 我们可以把他推到前面 不妥 我们已经鲁莽了一次了 这次上门还是如实告知 颜客殿中 张学灵充当服务员 给众人端茶倒水 这几个真仙一看 就有些懵了 我的妈 大成其至高境端茶倒水 这放眼整个仙界 恐怕也没几家呀 那些个仙宗圣门 哪个不是当祖宗供着至高境 这以后可是金仙的苗子呀 徐凡呢 现在心情很不错 刚进几位准仙嘛 虽然权宗上下 只有他们俩能动 但是不妨碍他装逼呀 几位道友 嘿嘿 所谓何事啊 道友 如果贵宗门方便行动的话 那就早离开这是非之地 为首的真仙 将因果讲了一遍 徐凡看向其人 表情古怪 徐凡也没一挑 帝牧异族的大军攻过来 会怎么着啊 别的有金仙的巨城 怎么不来支援呢 听到徐凡的话 几位真仙表情有些奇怪 道友不知 我们西陵仙域没有仙宗圣地 金仙也就只有两位 也不是本巨城的镇守金仙 哦 那巨城上级是谁 听掉万圣仙们 当然是在这种大战时期 他们无暇顾及这种一两个小城的事 徐凡沉默了 看来这几个家伙是想把巨城献给他们 可没成想看到张学霖端茶倒水 吓得不敢了 徐凡知道地方必须要换 这儿已经待不下去了 多谢诸位道友告知 宗门中还有药物 就不留大家了 这时 为首真仙突然说道 如果贵宗门 可以抵挡金仙的话 我这里有一份成就金仙的机缘 赠予道友 唉 成就金仙的机缘 镇守巨城的好处 这两者总不能什么都想要吧 送客吧 道友 打扰了 告辞 等几位真仙离开之后 张学霖说道 大长老 我们现在要换地方吗 怎么 有好建议吗 大长老 要是无地可去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 张学霖指着地图上的某处仙玉说道 徐凡点了点头 问道仙玉 我错 我考虑一下 弟子打探消息时听到 几位真仙在聊天 问道仙玉的万道阁 有仙界最权的仙道功法 本源神通 徐凡摸着下巴 他在轮回外界和梦华聊天时 提过万道阁 据说是遍布大千世界的顶尖势力 葡萄 去这问道仙玉需要多久啊 主人 如有具体坐标 消耗五十万仙玉 可瞬间传送到问道仙玉 如果常规航行空间跳跃的话 则需要十六年 听到葡萄的话 徐凡突然感觉 仙玉必须重视起来 这时 徐凡感觉到有好多人从顿武中醒过来 其中正好有庞福 挥了挥手 不一会儿 庞福的身影出现在银客殿中 庞部长 如果宗门要搬家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啊 行月仙玉 好 想得去说说 那里有天定商会总部 还有万圣仙门分宗 仙界各大顶尖势力 在那里都有较大的分部 有出介口 更有四通八达的巨型跨区域传纵阵 更主要的是安全 商道繁荣 附近几十个仙玉精华汇聚之地 安全便利 最主要的是 那里规则伟大 以我们宗门的特色商品 在那里很容易站稳脚跟 安全 嗯 不错 我们现在就要这个 苦道 算一下 传送到行月仙玉 需要花费多少 距离太远 在有坐标的情况下 需要跳转十次 总共需要六百五十万仙玉 太他妈浪费了吧 主人 从此到行月仙玉的距离 是飞羽界到仙界外壁的三倍 仙界太过于庞大 内部空间稳定 有超远距离传送的优势 看着更新的仙界地图 徐凡突然有些淡疼 这才跨越二十几个仙玉 就要消耗这么多 就没有更省的办法了吗 有 可以借助巨城与巨城之间的传送阵 只要主人能破译巨城传送阵核心结构 便可以借助空间流转的传送之力 那需要多久啊 三十年 这样啊 在星域中已经赶了这么久的路 到仙界还赶路的话 未免太可怜了吧 可是咱们现在也不富裕啊 徐凡想了想 选择自己传送到天丽巨城 不一会儿 虚空传送阵亮起来 徐凡直接出现在了天丽巨城之外 看着城墙上刻得密密麻麻的防御法阵 徐凡驻足观看了一会儿 也不怎么样嘛 这样来个惊险 也就坚持一个月 第七百六十七章 跨步走入天丽巨城 这里现在有些消停 因为帝木一族大军要来 传送走了不少人 只留下那些修为低微 出不起传送费的普通修士 在徐凡的感知中 整座巨城只剩下一个真仙 估计是维护防御阵法运行的 真仙的声音传遍整座巨城 诸位不要紧张 只要帝木大军一来 便立马启动巨城防御阵 免费开启传送阵 这时徐凡神念一动 身影突然消失 出现在了防御法阵核心密室中 他没有理会真仙的诧异 直接启动了防御法阵 下一瞬 天空中出现了一只 足以覆盖整座巨城的手掌 手掌挟着天威之力拍下来 想把巨城一击捣毁 巨掌砸到了巨城的防御阵上 一道裂缝延伸开来 整座巨城向着大地 凹陷了树杖 紧接着 笼罩防御阵法裂开的缝隙 开始慢慢地回补 巨掌也化成熏影消失了 这一下真仙反应过来 地摩义族的惊仙来了 整座剧场顿时乱了 修为低位的修士 全疯狂地涌向了传送阵 而徐凡抬头看向天空 他看到了防御阵法之外 那道身影 那是一个身穿翠绿长袍 皮肤暗绿 眉心中有一点荧光的义足 他站在高空中 眼神冰了 而与此同时 那些传出去的修士 全部都疯了 他们发现 传送阵虽然可以用 可他们缺少启动的空间能量 强行用仙玉补充的话 身上没那么多呀 徐凡倒是语气淡然 数以百万计的低阶修士 恐怕只有一个作用了吧 他扭头看向真仙 这些都是你们留下来的诱饵 你这句分身 也是打算舍弃了 对 那些有权有势的真仙都走了 只留下我这个可怜的真仙分身 但下方的那些低阶修士更可怜 为了那掌权的真仙和私欲 全都变成了那地母一族 金仙泄愤的可怜虫啊 哼 周围空间被封锁 没想到遇上这种破事 当真是晦气 此时城中乱象出现 一些合体修士 开始神色疯狂地屠杀周围的人 抢夺别人身上的空间戒指 企图凑够启动传送阵的仙玉 净 一道惊雷 从大家的灵魂中乍响 所有低阶修士被震得发懵 而那些神色疯狂 屠杀弱小修士的人 神魂直接被震碎了 散开 各自回到家中 会有人带你们离开的 徐凡的声音在天力巨成中响起来 这一下 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 几百万人同时跪下 感谢徐凡的救命之恩 徐凡则是淡淡地看着防御法阵 遇不上就算了 遇上了他不能不管 这涉及人族器 而且他有功德在身 徐凡抬头看向天空中的地母金仙 而那金仙也看向了徐凡 人族的天骄妖孽 这次赚了 看着对方嘴角露出的残忍微笑 徐凡摇了摇头 哎 这金仙也不怎么样了 不当启动万空大杀器 给这金仙来上一发 遵命 很快 天空中的地母金仙 有一种莫名的心急感 可是他摇了摇头 觉得不太可能呀 一个小小的准仙 怎么可能伤得了他呢 哪怕是西凌仙与两位金仙过来 也不能奈他何呀 这时 一个正方体的混沌护照 忽然把他困住了 天骄巨城防护照上 空间开始破碎 无数的裂缝出现在混沌护照周围 混沌护照之内 大道法则被抽空 企图把这里变成无道真空状态 金仙的脸色有些难看 难道是有同等级的人族金仙 在此埋伏他 下一瞬 他背后有一颗翠绿色的小树虚影出现 慢慢长大 想撑破这片空间 独属于地母一族的大道法则 慢慢散发出来 为他提供力量 可随后 地母金仙就惊恐地发现 大道法则显化 居然被混沌护照吸收了 这怎么可能啊 空间逐渐变得不稳定 下一秒 空间开始分割 只是一瞬 地母金仙的真身便被空间分割 随后 真身又开始凝聚 仙灵不破 低血重生 这是金仙的基本手段 随着空间再次分割 真身再次破碎 犹如轮回 终而复始 而徐凡 就这么淡淡地看着 混沌护照 这是一个大杀戟 杀伤力最强的便是万空阵 唉 有些遗憾了 要是弱一点的 说不定真就杀了 此时天力巨城之外 一颗幼苗从大地中钻出来 几个呼吸间长成遮天巨树 覆盖整座天力巨城 而巨树树棺上 一枚绿色的果实开始凝聚 仿佛有一个生命 马上要从果实中诞生出来 徐凡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 不当 开动引领岛 直接给我怼上去 目前看来 情况比他预想中的要好一点 下一刻 巨树上出现了一道庞大的黑影 一座大陆 结结实实地砸下来 引领岛上出现了无数封印法阵 开始封印下方的大地 可那颗种子 还是从其他地方破壁而出 化成刚才的帝母金仙 他认真地看了看徐凡 身影消失不见了 远处 要肃清天力巨城的帝母一族大军 也全部撤退 徐凡有些遗憾 唉 金仙就是金仙 以我数千年的努力 百般手段用尽 也还是留不住 修为还是低了呀 城中修士看到帝母大军撤退 全部欢呼起来 而徐凡根本不在乎这个 他出现在天力巨城传颂阵中 开始仔细观察先文结构 三个时辰之后 徐凡的声音响彻整座巨城 如今帝母一族大军撤退 可不知何时 他们就会卷土重来 诸位还是各旋生路吧 如果愿意的话 可上午宗门先中 我会带着你们 去离水城 一道巨型的传颂门 出现在巨城中心 连接着葡萄 临时创建的小事件 城中修士们反应过来 疯狂地向着 城中的传颂门走 徐凡则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数百万修士感恩戴德的跪拜 这一波 赚了呀 第768章 云秋仙玉 王向迟惊喜地看着面前的男子 师父 徒儿这些年好想你 徐凡的声音 从男子身上传了出来 向迟啊 我也是和你说个好消息 宗门已经到仙界了 只可惜离你这里太远 已经到仙界了 师父快跟我说 在哪个仙玉 哪个城 无论多远 我也能到 王向迟双眼中泛着泪化 感觉太惊喜了 谁知道 徐凡的声音说道 别着急嘛 为时决定 现在星月仙玉扎根 现在还没有具体位置呢 啊 等个四五十年之后 确定了地方 再和你说吧 王向迟顿时失落了 我还以为 马上就能见到师父 好了 区区四五十年 静心修炼 一刹那就够了 徐凡说着 控制着男子 拿出一枚 蕴含着心剑一道的 大道之音流音石 递给了王向迟 回去听一听 潜心修炼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多谢师父 等徐凡意识 回到本体之后 感受着正在 快速移动的引领导 不禁摇了摇头 唉 还好早有打算 要不然 真身移动速度这么快 意识还真不好回来 这时 徐凡发现 张学龄正在和星 在一块钓鱼呢 他好奇地凑上来 发现在灵夜湖中 竟然有 道运成形的灵兽 一条道运大鱼 被张学龄钓出来 被早在一旁 准备好的星 一口吞下去 唉 你们去别的地方钓 这些道运成形的灵兽 非常年幼 吃它不划算呀 这些道运灵兽 可是当年的灵夜神兽 受到徐凡进击时的 大道之音影响 产生灵质催化的 现在吃掉多心疼呢 先看着徐凡 干爹在悟道 小蛇和小白龙 小龟小鹿也都在悟道 没人陪我玩了 徐凡 徐凡笑眯眯地说 没事 一会儿我给你弄一个 游戏小事件 你去里面玩怎么样 这小祖宗得供着 徐凡现在进几位准先了 看不透行 只能隐约感觉到 这小丫头权力爆发的话 至少不弱于金仙 那还怎么着 养着呗 好呀 蛋干爹醒来之后 你得把我叫醒 让葡萄创造了 一个游戏小事件 把星丢进去之后 又转头看向张学龄 大长老 你知道的 我是被迫 才来这里钓鱼的 葡萄可以为我证明 好了 不用说那些 我都知道 叫上庞部长 咱们来喝茶 边喝边聊 小院中 庞府抿了一口茶 恭敬地问道 大长老 这是咱们宗门 到星月仙玉之后的计划 这边只需要 一百万仙玉备用就是 不知道宗门 现在宽裕不 徐凡接过来看了看 一百万还是有的 直接去保过岭吧 就是 你怎么列的 都是合体器用的道具啊 准仙器和真仙傀儡 宗门都有生产线 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怕给宗门惹来强敌 能批量售买仙器 一般都是大势力 出来乍到 最好避其风嘛 啊 对对对对 还是你专业 是我考虑欠妥了 大长老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看 有关仙界的消息 不得不说 你让葡萄 从那几百万修士中 收集仙界消息 这一步 做得真的是太对了 庞福一挥手 星月仙玉的地图 投影到半空中 他指向一个地方 我觉得宗门在这里 最合适 徐凡眉望一条 金气城 对 那里曾经有 整个仙玉最为庞大的矿脉 现在已经被挖空 无数的炼器大宗师 和商会大势力 从中离开 经过这么多年 已经衰落 但其地理位置 又十分的优越 受到的关注也小 刚好符合 大长老的那几个条件 徐凡仔细看了看 又看了看旁边的地方 突然眼睛一亮 哎 金气城不是最合适的地方 这儿才是 徐凡只向两座巨城的中间 而庞扶看了看 左看右看也感觉不出来 这里有什么特殊的 这地方 又没有什么特点 先灵之亲密度 位置 资源 甚至连那种野城都少 隐于平凡之地 不易被人察觉吗 到时候 我架起一座传送镇 连通金气城 隐灵岛就算是彻底被隐藏起来 这时 正在航行中的隐灵岛突然震动 陷入一片黑暗中 浮道声音传出来 正在经过无光之狱 预计需要三天时间 浮道 什么情况 刚进来时 探测到无光之狱中 仙瘦的痕迹 要不要抓一只 让主人看看 算了 赶紧离开吧 这时 黑暗中展出了一道剑光 重重披在了 引领岛的护照上 徐凡皱着眉头 这剑痕之下产生的裂缝 竟然是金仙 无光之狱 真仙禁地 只要深入其中 时间一长 就会成为无意识的傀儡 真仙以上 则可无忧 这地方好像是 牧原仙界诞生之初便有的 据说仙界最顶尖的存在 也无法抹除这片地方 有点意思呀 主人 无光之狱中 金仙傀儡没有几个 遇上的几率很低 算了 这种级别的攻击 引领岛能防御数十年呢 只是有点费仙玉罢了 加速吧 不用理会他 遵命 主人 就这样 那个真仙不断挥出剑光 一直到引领岛 马上要使出无光之狱时 最后一道剑光威力变大 直接斩到了第三层护照中 剑光消失之后 一枚空间戒指 镶嵌到了防御法阵上 徐凡轻轻一挥手 把空间戒指拿在了手里 哼 哎呀 有点意思呀 空间戒指中 东西并不多 只有一枚发光的预检 徐凡轻轻一点 预检中 内容投射到半空中 那是一个手持仙剑的金仙 被人砖杀逃入无光之狱中 神手重伤昏迷 变成了这里的傀儡 不过 他在成为傀儡之前 留下了这么一个后手 徐凡男男自语 嘴角挂着一抹 似有似无的嘲讽 万圣仙门 见到风 第六十七代大师兄 谢无狠 有力发现机缘 得到之后被偷袭重伤 只求把信物送到万圣仙门 自会有人重谢 哎 在我这个阵法大宗师面前耍这种小手段 还是太嫩了点啊 第七百六十九章 徐凡拿出信物 释放封印法针 把这枚戒指给封印起来 就这点道 还想学别人夺灵重生呢 哼 反正先来无事 找点乐子好了 徐凡一步踏出 来到了众有通灵术的小世界中 他拿出一百仙玉 扔到了通灵术根之下 而我培育一具 适合夺舍 无灵根的无形之体 通灵术摆了一下树身 发光的果实快速凝聚 越来越大 很快 一具没有任何特征的躯体 掉落在地上 徐凡笑眯眯地拿起信物 把那一丝真灵 引入到这躯体之上 没过多久 躯体慢慢睁开眼 看了看周围 目光定在了徐凡的身上 请道友饶我一命 好家伙 躯体毫无节操地跪下来 对着徐凡就 邦邦邦邦地磕头 天地旋转 一眨眼 两人到了徐凡小院中 躯体被套上了一身 平常的道袍 好了道友 说什么饶不饶的 最近有些无聊 不妨讲讲你的故事如何 本想把空间戒指 送出无光之鱼 没想到被道友捡走了 造华弄人哪 落到道友手中 只能成为板上之肉了 照理来说呢 你这计划没什么毛病 只不过比较倒霉 遇到了我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请说出你的悲惨故事 万圣仙宗是假的 不过我惊仙的身份 倒是真的 换仙门 罗生 好友一同被追杀 敬着无光之鱼 他身受重伤 我为求一丝生机 把真灵封印在信物之中 哦 你们为什么被追杀呀 一桩七元还是有什么好东西 一处仙灵秘境 是大罗圣者陨落之地 我们在其中发现一件后天灵宝 赤与血光图 他拿后天灵宝自我封印 破不开法阵 没有办法 只能去外界 请阵法大宗师破解法阵 但出仙灵秘境之后 我们便撞上仇人 然后就被追杀到了 无光之鱼之中 这是一个很俗的故事 徐凡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可是罗生看着徐凡那种 似笑非笑的眼神 总觉得对方没劲呢 道友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把那仙灵秘境的位置 都可以告诉道友 徐凡淡淡地喝了一口茶 嘿 这个故事啊 编得很唱 要不 你再想想 再编一个 开玩笑 罗生只是个小金仙 说后天灵宝的时候 竟然这么淡定 连名字都挤得这么没有水平 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 徐凡笑眯眯地看着眼睛的罗生 来 继续 我有的是时间 咱们慢慢聊 罗生感觉到一股屈辱 还能怎么办 自己这具身体都是无性的 以后还能不能做个男人都不知道呢 虽说有些不甘 他不得不认命啊 我本是一大罗圣者身边的随从记名精仙弟子 因为我家师尊在仙节外语战斗陨落 灵威受命 保护其真仙子嗣成长 好不容易凭借着大罗圣者所留下的传承 我那位师弟 我那位师弟静急惊仙 结果又被仇家找到了 最后靠着师尊留下的后天灵宝读到无光之雨中 师弟成了无光之雨的傀儡 我则是靠着掌控我本源的信物 侥幸苟存 见到了道友 要说罗生此人也是有点意思的 他虽然没了修为 可眼力见还在呀 眼前之人 绝对是仙节最顶尖的那种天交 背后说不定有什么通天的力量呢 本着万变为通 追随谁不是追随的道理 眼前这个 倒是一个不错的大腿 听到罗生的话 续帆觉得有些没意思了 说真话干什么呀 唉 你呀 这么快就屈服了 真是没骨气 那就说吧 后天灵宝现在在何处啊 经过兴劳主人连番使用 没有好好的掩护 被追杀 最后损坏 丢弃在了无光之雨之外 嗯 损坏的后天灵宝 在哪 立马给我找回来 无光之雨外的一片海域中 离这里不远 一道光木浮现在罗生面前 正是无光区域周围的地图 罗生指向了一片海域 续帆立即说道 提子 去这个地方 自命 主人 道友 你这仙舟气灵当真是不凡 还有孕育我躯体的那棵通灵树 续帆点点头 没有理会他 道友 我帮你寻得那破损的后天灵宝之后 可否放我一马 罗生试探着问道 侍奉徐帆 当然只是选择之一 自由更重要呀 而徐帆 密起了眼 你说我能不能放你一马 眼前这可是一个金箭 追随过大罗圣者的金箭 一定知道不少密文 徐帆怎么可能把它放出去呢 留在身边喝喝茶聊聊天多好 徐帆一挥手 天地五行大道汇聚 两杯大道之茶出现 放是不可能放的 你就安心在宗门待着 没事喝个茶聊个天 说不定哪天我高兴了 也就自由了 这样也好 不过道友 能不能把我这只躯体 转化成有灵根的男性躯体呢 罗圣也是认命了 哎 没个鸟用 他还能怎么办呢 而徐帆 却是笑眯眯地看着他 喝茶聊天 这个不急 罗圣叹了一口气 有些怀念地说道 大道之茶 上一回喝 还是在两万年前 下面 该你表现诚意了 我是初来此界的 道友能不能和我说一说 仙界中最顶尖的势力 还有种族都有哪些呀 罗圣想了想 点头说道 顶尖的势力 也就那么几个 万道阁 天顶商会 龙仙宫 天妖谷 古神山 这些都是跨越 其他仙界的大势力 至于种族嘛 咱们人族 妖族 古神 地墓 罗刹 海神一族 其他的也有实力强的 但是无关紧要了 哦 地墓一族 联合其他种族 压迫人族 不会就是上面 那几个种族吧 除了古神一族 其他都是 种族大战一旦起来 至少打个几千上万年 不过双方都明白 谁也灭不了谁 打得差不多之后 便就会有默契地 休养生息起来 仙界几十亿万年来 都是如此 那这种战斗 每隔多少年打一回 一到两百万年 时间不定 T770张 罗生把心一横 既然已经决定追随 那就索性实话实说嘛 地墓一族强大 打地墓一族 人族强大 打人族 妖族强大 打妖族 这千万年内 人族已是第二次被打了 双方最多会扯出大罗胜者 级别再往上的 那都是暗中博弈 不出意外的话 各族的明旗暗旗 都已经摆好了 就看谁的手段 更高一筹 五官道友 当属人族顶尖天窖 说不定暗中 被哪位大佬 当作了棋子呢 徐凡有一种 被操控的感觉 仿佛背后 有一双双无形之手 在不断地交锋 这是把我当棋子了吗 罗胜哈哈一笑 道友刚飞升仙界的话 可能性还低一点 下一个问题 龙族在此界实力如何 龙仙宫就是龙族汇聚之地 据以前主人说 现在只有一位大罗镇的 真龙真手 其余的都回到 龙族的本源仙界了 嗯 不错 不当 凝聚一个五菱根的男性躯体 让罗道有夺盛 徐凡说完 笑着挥手 把罗声送回到了 元界小世界中 一切消停之后 徐凡有些无语 一来仙界就接触到了 这种万年级别的大战 当真是运气不好 此时 尹领岛已经来到海域中 一个空间跳跃 停到了一片海面上 不愧是仙界啊 光这一片海域 就能顶上半个飞鱼界了 就是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宝贝 主人 需要去探查一下吗 看这波涛汹涌的海面 徐凡点了点头 派便宜的傀儡去 遵命 没过多久 一个长相普通的男子 来到徐凡小院中 道友 我加入贵宗门 当一位长老如何 道友带着宗门出到仙界 肯定对某些地方不熟悉 我罗生 出生在雷霆仙渝一野城之中 父母都是凡人 六岁被小宗门看中 收入门中 两千年称为准仙 一万三千年为真仙 后被玉神大罗圣者看中 受在身边为记名弟子 二十八万年 机缘巧合称为精仙 在我仙允前 陪玉神大罗圣者 游历周边各大仙界 对于本在的牧原仙界 更为熟知 至今 仙岁二百三十九万 啊 我有几个问题啊 有无道理和子嗣啊 没有 师尊为父 师兄为兄 想替师尊报仇吗 有此想法 但量力而行 你最初的宗门是什么样子的 时间沧海桑田 宗门无精仙圣者 于百万年前已经解散 好 那我要考考你 你知道去星月仙玉 又快又省的方法吗 这个简单 在仙界之中 有双空仙灵秘境 就是一个仙灵秘境 有两个境出口 天南海北各部相大 可能相隔巨城之间 也可能相隔数座仙玉 罗生说着 挥手投影出 一幅人族的疆域地图 指着上面一个位置道 此处有一天玄仙灵秘境 为我那师尊掌控 一境出口在此 另一境出口 都是在星月仙玉旁边的 星北仙玉 好 没有限制吗 有 想从另一境出口出去 就要消耗相应的空间之力 要不然呢 打不开那道门 那天玄仙灵秘境很少用 其中有备用的空间灵精 完全可以供道友的 宗门仙舟通过 哎呀 徐凡越来越满意了 这简直就是仙界的 万事通白小生啊 没想到 这种人才自动送上门来了 罗生一看 就是那种机缘巧合之下 紧急成为金仙的最弱的那种 引领岛的大杀既能轻松碾压 更别提 他现在一丝真灵被徐凡掌控 可以说是永远翻不了天 不可能骗徐凡 徐凡十分满意地继续问道 这样的先灵秘境 倒有还知道多少 一共有六个 其中两个 可以传送到其他一族领地之中 这些都是当年大罗圣者之间 所用的便利传送站 不错 你这一下给宗门省了几百万仙玉啊 都是我应该做的 罗生说完 期盼地看向徐凡 徐凡当然知道他想干什么 你想做本门的长老 不是不可以 不过 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道友请说 只要成为宗门长老之后 一定尽心尽力地为宗门服务 知无不言 诸是接近全力 愿与宗门 战指仙玉 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只是希望 道友和这具身体 灵肉合一 如果不满意的话 我再给你培育一个顶尖自治的 如何 只要这具身体和罗圣灵肉合一 那就代表罗圣的命运 彻底和通灵术绑定 也被徐悦先掌控着 这有何不可 这具躯体五灵根已经够用了 罗圣根本没有犹豫 犹豫隔皮一样 他现在是别人刀组 他是鱼肉 再犹豫人都没了 徐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扑当 给罗长老选上一处 仙景优美之地 简称洞服 给予对应的权限 另外 把那几滩万年酿的仙灵美酒拿出来 我要招待一下 遵命 主人 不一会儿 傀儡端着食盒和美酒回来了 张学霖和庞福领着星 来到徐凡的小院中 徐凡开始一一介绍 大多数弟子都在悟道 我先给你慢慢介绍啊 这位是张学霖 第一大弟子 掌管宗门藏经阁 这位是庞福 商部的长老 庞阁主 这个小女孩呢 是我好兄弟的干女儿 罗生先是看向张学霖 一位主管藏经阁的至高境弟子 资质比他当初好太多了 光凭借这一个人 宗门传承百万年 不成问题 庞福 主修商道的狠人 这宗门以后不会缺陷欲的 最后又看向星 火 魂天兽 宗门中有扶元逆天之人 罗生感觉独队了 徐凡又对众人道 这位是新加入宗门的 罗生罗长老 以后就是宗门的顾问 张学霖行礼道 拜见罗生长老 庞福则是行了商道之礼 罗长老 以后多多关照 客气了 以后嘟嘟交流 星眨着大眼睛看着罗生 你好像知道我 小祖宗乃是魂天兽 其威名 三千界 谁人不知 谁人不晓 罗生十分恭敬 这位小祖宗 哪怕是他师尊见到 都要客气对待 而徐凡一下来了兴趣 哦 魂天兽 是什么 哦 小祖宗